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鹿呢 会在这个跟神仙啊 或者是仙女来做一个画像里面的内容 那它在我们古代的意念 就代表一个健康跟长寿 其实还有幸福的一个想象 是我们以前就说它是纯阳之物 很正向正念的一个东西 那鹿绒是什么呢 鹿头上的一个小包包 幼鹿的时候慢慢成长 到了青春期有求偶的需求的时候 里面就会有长这个鹿 鹿角出来 那它刚出生的时候里面会有 丰富的血管啊 蛋白质啊 一些矿物质 一些骨质等等 它有一些神经 那外表会围着一层毛茸茸的东西 就是尚未骨化完成的一个右脚 就是还没有真正骨化的右脚 它外层会有绒毛 还有一些蜡脂 那大部分都会在春分的时候 我们一年有24节气 会在春分的时候来做一个采收 鹿绒酒我们会用高浓度的白酒 来浸泡 有些时候是蒸馏的白酒 有些时候会用高粱 高纯度的高粱 那高粱有分浓度 但是满多喜欢用高纯度的 其实它萃取出来的这个有效成分会比较多 为什么会用久 就是因为这些药材 药性的有效成分可以溶解到这个药材里头 会建议不要喝的太多 有的会睡不着 我们龟屋热线椒很多老人家会冬天的时候拿来进补 它最主要的内含物就是 龟板 鹿角椒 人参跟枸杞 其实它还有含其他的药味 但是我们很多各方各家的这个药房 都不会把他们的里面其他的药物啊 秘方传出来 但是最主要就是龟板 鹿角 人参枸杞的几位 这个路边 我觉得都要到中药行 中药行其实有的 连湖边都可以买得到 很多人会拿来泡酒 有时候你去底化街的哪里 他们看到那个一旺一旺很神奇的 很神奇的酒 它其实有一些就是路边泡的酒 那它就其实是 阴京跟稿丸下去 还有加一些药材进去泡 那它也是性温 比较显心 多了一个心的味道 这鹿角其实刚刚跟那个鹿皮椒 有点像 它也是鹿角熬成的椒 那我们平常在中药 我平常开药的时候也会开到鹿角椒 鹿角椒我们在做水药之后 最后会把它融到药材里 我们通常把它煮完药汁之后 再拿出来 再把这些药汁滚过一次 再把椒加进去 如果你把它鹿角椒加到所有的药材里 这些药材会吸收这些椒汁 会有点浪费 所以我会建议你把过滤的汁拿出来之后 再加热帮它融进去 会比较有效率 否则这个有效成分 被药材吸收是蛮可惜的 那有一个叫斑龙丸 我们刚刚提到说 这个鹿有一个别的名叫斑龙 它这个名字取得很可爱 就叫斑龙丸 这是我们国内一个药厂 来做的一个药丸 它也是用鹿角椒 我们刚吃到鹿角熬成椒之后 还有鹿角霜 不骨子 还有兔丝籽 手地皇 脖子仁 来做的一个药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